上个短片我们做出了显示照片的Collection View 在继续做下去之前 我想先解释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Collection View跟Table View一样 都不知道自己要显示什么资料 他会去问他的Data Source跟Delegate的属性 这两个属性会提供Collection View要显示的资料 在这个范例里面 先设定ViewController服从UiCollection ViewDelegate 跟UiCollection ViewData Source这两个协定 因为这样 所以在ViewDelete可以设定自己 是Collection View的Data Source跟Delegate的属性 在这边负责告诉Collection View要显示什么资料 所以下面这边第一个Number of Section in Collection View 回传1 意思是说这个Collection View要显示一个Section 接下来Number of Item in Section 回答每一个Section要有几个Item 这边就回传要显示images.count这么多个Items 也就是目前要显示15张图片 最后每个Item要怎么显示 这个时候就会执行Sell for Item at Index Path 用Collection View Dequeue Inusable Cell 这行成事码的作用是 如果目前有回收到没有再使用的Cell的话 就会把这个回收的Cell回传给我们 如果没有的话 会产生一个新的ID是Cell的Cell给我们 每次实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都会把目前的Section跟Row 组合成一个InDesk Path 来呼叫这个方法 比方说这个Cell的话 Collection View不知道要怎么显示 就会把这个Cell的Section是0 跟Row也是0 组合成一个InDesk Path 所以到这边 用InDesk Path.Row 就会拿到0 就会拿到Image阵列里面的第0个成员 也就是Cat1这个字串 把这个Cat1这个字串当成档名 就拿到了Cat1这个图片 然后显示出来 那这个Cell也不知道要怎么显示 就会把这个Cell的Section 这是0 跟Row 这个Cell的Row是1 组合成InDesk Path 所以到这边 用InDesk Path.Row 就会拿到1 所以就会拿到Image这个阵列里面的第1个成员 也就是拿到Cat2这个字串 把这个字串当成档名 也就拿到Cat2的图片 然后显示出来 以此类推就依序显示出15张照片了 不过目前这个CollectionView 上面的照片都太小了 中间的间隔算是过大了 如果我想做成这样 每一行是4张图片 中间都间隔一个Point这个单位的话 要怎么做呢 要调整大小的话 要先服从一个协定 请在上面加入 UI CollectionView Delegate Float Layout 这边请不要拼错 这个协定是中间有一个Delegate UI CollectionView Delegate Float Layout 然后实做几个方法 第一个Size for Item 这个方法是要决定 每一个CollectionView的Cell 要有多大 请先跟我写 我稍后再来解释 我就来设定这个宽度 是整个画面的宽度 View的Fram的这个宽度 这个画面的宽度 减3 把这个夸起来 这样计算的结果 再除以4 我把这个宽度 沉进常数 Let Width 里面 好 然后每一个Cell的大小 我就回传 Return CG Size 宽度 宽度是Width 高度 也是Width 请先这样设定 我稍后再做解释 我稍后再做解释 那除了这个方法以外 我再设定 这边 Minimum Line Spacing For Section 这个方法是在决定 每一个Cell 纵向的间隔 我就回传 1 好的话 我再实做另外一个方法 Minimum Inter Intern Icon Spacing 这个方法是决定 每一个Cell 横向的间隔 我也回传 1 设定好之后 请编译跟执行这个程式 所以现在每个Cell 横向跟直向的间隔 都是1 那宽度这边的设定是这样的 我想要每一列 都是四张照片 那计算的方式 就是把整个画面的宽度 这边减3的原因 是要减掉这三条间隔 每一个间隔是1 一共是3 所以减3 减完之后 在4等分 就得到每一个Cell的宽度 由于这个范例里面 每一个Cell都是正方形 所以这边回传 宽度跟高度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做出了 这样的效果 那把手机倒过来放 也是一样